法國民主小王子其實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成長 而創作歌手徐佳穎 他是一直到現在才有機會拜讀作品 趁著演唱會排練的空檔 特別參觀特展 沒有想到立刻文思全勇 現在打算要以小王子為藍圖 創作一系列情歌 法國民主小王子故事情節 從文字變成實境 不只吸引大批粉絲參觀 歌手徐佳穎也來了 不過這卻是他第一次看小王子 要人家崇拜他的星球 然後我就覺得那很像是我身處的環境 就是走到哪 好像都只在乎人家怎麼看自己 其實久了一舉一動都會被制約 儘管如此一進入到小王子的世界 徐佳穎立刻融入 一會兒在愛慕虛榮者的星球裡 再哈哈近前拍照 一會兒又在商人的星球上 玩起擴增實境 甚至還想到創作靈感 譬如說第一個國王的星球 就是很像可以寫一首像女爵那樣子的情歌 就是你以國王 因為愛而對我下命令 那譬如說罪鬼那個好了 那就是在愛裡面每個人 就是都很像喝醉一樣 作者聖修博理 藉由小王子純真的心靈 以直白語言傳遞最簡單 卻也最容易被遺忘的道理 也讓小王子成為老少嫌疑的文學作品 記者翁吉平郭林倩台北採訪報導 我愛過大陣子 我愛過大陣子